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瞬間漢毒贏的環節 又是我主持世榮在晚上跟大家見面 不知道大家跑了馬仔尾 明天就已經跑了 希望大家準備好 在我未講今次有什麼馬選了 容易在那場贏或太多頭馬或太少頭馬都會 我們用堅仔賽馬APP幫大家選 未講之前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歡迎按右手邊《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看看今次一個三番千二好像排面上很容易的場次 看看是否真的這麼容易 我們見到二話不說都贏過這個路程 儘管給他一顆黃色心心 在這個心心位便可以按到 至於前面前鋒也有一些新馬 樂滿冠出錯了七次 也是第一次上名的 七八次 至於膽大威猛 本來便開始到頂了 看看今次可不可以在這個 裡面做到一個頭馬 贏過這個路程兩次 另外電源之區 也是一些新馬 藍莊之歌也算是相當準成 一千四都可以 縮回到一千二可以提高一點 至於這個聖二龍便屬於新馬 後面超音鼠上次追得挺好的 今次四選我都會放進去的 刀柏明驅叫做贏過這個路程 一千也贏過 跑法比較機動彈性 再看後一點 11號大雄風便贏過直路 但方仔是要挑戰一千二 可能認為這隻馬長力可能更好一點 所以立即給它粉紅色 至於後面健康第一 其實都是處女馬 不會看的 因為上手馬主 未必是很好的 活頭夫人那些馬 看完之後 你會發現這場只有四隻 贏過這個路程 其他大雄風其實都是贏其他路程 未贏過三班千二 所以這場 表面上排面就是那四隻 大家就算不是主力頭主隊長 都希望大家兼顧它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但不要走 晚一點還有這個隔夜 非熱錢財經 明天有這個 曼明早晨 不是 瞬間 不是 大仓南北 還有這個 Live 有我和銀子一起做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謝謝收看 拜拜 謝謝 我們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